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 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作者 本篇文章的作者呢叫做 埃萨克·阿西莫夫 他呢是美国的科幻小说家 并且是科普作家 同时呢还是文学评论家 是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里呢大家要知道 一定要注意是科幻小说 因为本篇文章呢就是一部科幻小说 那么要知道埃萨克·阿西莫夫 他的国别呢是美国 我们对作者呢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来看一下 他提出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呢 被称为现代机器人学的基石 同时呢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 余国奖以及星云终身成就大奖 由此啊大家可以看出啊 他在科幻界的地位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代表作品都有哪些 代表作品呢有基地系列 以及银河帝国系列 还有机器人系列 那么我们对作者呢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接下来呢我们来阅读一下这篇文章 那么阅读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几个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来想一想 课文呢写了150年后和现在的上学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那么重点呢就是由一本书引起的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 那么想一下现在我们是如何来上学的 那就是老师呢来给大家教课 并且呢大家都在学校在教室里边学习 对不对 而在作者的笔下也就是在150年之后呢 他在学习的时候是如何去学的呢 原来呀此时此刻呢由老师由人教学变成了机器人教学 而同时呢则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呢进行学习 那这就是现在和150年之后 那么他学习的一个区别吧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文章中呢有两个人物 其中一个呢就是马奇 他为什么会把托米发现书的事情写进日记里呢 那大家知道啊在文章中啊第一个自然段呢 马奇就说到要把这件事呢写进日记里 那么来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写进日记里 那么我们来想想自己 我们平时在写日记的时候 喜欢把什么样的事情写在日记里呢 比如说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说自己难忘的 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者呢对自己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 对不对那不可能呢把日常生活中吃个饭喝个水都写进去 所以说呢来想一想他为什么专门把这件事情写进日记里呢 那其实呀是因为他所出的年代已经没有了纸质的书本 而他们发现了纸质的书本 他们使用的是拥有荧光屏的电子书本 所以说呢他感到发现一本真正的书呢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需要记录下来 同时呢书本上所记录的学校生活 也让他对此充满了向往 这也是他把书上发现的事情记录在日记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呀发现书 以及书本上对学校生活的记录 对马其来说呢非常的重要 对他来说呢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呢他将重要的地方将有意义的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面 第三个机器老师被修好了 为什么马其却失望极了呢 那么大家想一想呀 那么有些同学呢他就不喜欢学习啊 对不对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 当机器老师坏了 那大家可以知道 那自然没有人教他了 对不对 但是已经被修好了 他又失望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 观察员把老师修好了 是因为老师呢既然已经被修好了 那么就可以继续去给马其上课 去考考察他 对不对 那么马其不想学习 他希望机器修不好 而被视察员搬走 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人来去教他东西 也没有人会一次次的出试题 让他去啊 答题吧 由此呀 大家可以看到 马其对于这个机器人老师 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学习呀 非常的讨厌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非常不满 甚至讨厌 更衬托出了老师学校学习方式的一个优点 那么就是教师上课学生呢 他们一起坐在教室里上课 这里边呢说的是那种老师教学 所以说是150年前大家都欢乐的去上学 再来看现在 机器老师呢在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字 说到我们把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这两个分数加在一起 那也就是开始啊上课了 那么由此大家可以知道 在150年之后呢 则是孤独而枯燥的学习 那么面对面的只是机器人老师 并且是在自己的家里边来学习 由此呢来产生了一个对比 那么与150年前欢乐的上学 和150年后孤独枯燥的学习呢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么为了突出什么呢 那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 产生强烈的对比 我们来看第四个 本文以托米和马奇他们的对话呢 构成了小说它的一个主体内容 那大家呢阅读的时候会发现呀 文章中呢出现了大量 托米以及马奇他们的对话描写 并且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从他们的对话中 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两个人物 他们的特征 我们来看 本文的对话描写非常符合 儿童像少年过渡时期孩子的特点 他们呢又急于对自己的见闻 做出判断又充满了疑惑和未知 对不对 那么当看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呢 首先呢是充满了疑惑 并且呢对这个东西充满了未知 那么看到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见闻 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非常符合过渡时期孩子的特点 首先呢是语言符合两个孩子的特点 接着我们来分析 那么对于托米来说 他呢相对来说比较年长 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的语言动作中呢 来感受到他呢比较的酷 有一种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语气 并且始终呢把握着这个对话的主动权 甚至还会语带讥讽 比如说呢文章中呢对他描写呢 说马奇在问他的时候 刚开始他是怎么样 头也不抬 因为他正在看这个东西 那么到后面则说到 他非常高傲的瞧了他一眼 对不对 那同时呢还有一字一顿的说到 那这些描写以及对托米语言的描写 都能够感受到他是居高临下 不容置疑 抓住了话语的主动权 那么从托米的语言中 看到一个愿意探索未知 见识面广 同时呢还是一个颇有主见的一个男孩的形象 而反观马奇 那么马奇呢他比托米要小 他的语言中呢 大部分呢是以疑惑不解和好奇来出现 我们可以再一次看一下马奇他的一个对话 那大家会发现呀 他的话呢通常情况下都是以问句的形式出现 也就是说呀他一直在问问题 他的见识面呢就不如托米的广 也不太愿意质疑自己所出的现实 在和托米的对话中呢 一直是处于被动跟随的地位 他问一个对不对 然后托米呢给他回答之后呢 再引导他来问下一个问题 可以看出呢他是一个乖巧 内心有着自己感受和判断 但是呢却缺乏主见的女孩子的形象 这里面通过人物的语言描写呢 我们就可以感知这个人物 他的一个特点 来看本节课的主题 本文以古老的纸质课本为线索 那么全篇呢都是围绕这个古老的纸质课本 以及课本上的内容也就是老式的学校呢 来进行的 通过描写马奇和托米的讨论 也就是将他们两个对话讨论来进行展开 那么写出了机器学校 老式学校 他两种学校的不同之处 同时呢也将这两种学校呢 进行了一个对比 表现出了马奇呢 对于自己学习生活 以及学校的赠物 那么在这里赠物 那么在这里边呢 大家要知道 他呢对于此时此刻的机器学校 所出的一个态度 对充满快乐和老式学校的一个向往 由他的赠物到向往 也是对两种学校的一个对比 从态度上的对比 表现了作者对于教育学习等问题的 独立思考 那大家知道啊这是一篇科幻文 对不对 他呢写的是2155年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都是机器学校了 那么这里边就表达着作者呢 对于教育 对于学习这部分内容的一个思考 我们来看拓展阅读 那么科幻文章 我们可以看一看凡尔纳的科幻故事 比如说他的海底两万里 那么课下呢 如果大家对这些科幻的小说呢 感兴趣的 可以搜集相关的名著来进行阅读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